嗨,大家好,欢迎收看那里的包包分享视频 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这款包呢 也已经有很多人在我之前讲过的 贝斯品牌的视频下面留言说想看这个品牌 它也是这些年慢慢又开始回温的一个小众低调 但又非常高端的奢侈品品牌 它就是有着意大利的爱马仕之称的Valext 这个是我刚刚查的意大利语的发音 我不知道发的对不对 反正我查了一下,应该是念Valext 然后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款呢 也是他们家最最最经典的 Eyesight也是很多人第一次知道这个品牌 或者说被这个品牌所吸引的包款 然后他们家的防尘袋的配色我就非常喜欢 因为很少会看到用这种墨绿色的 就是像鞋带一样的这种抽身来做防尘袋的 而且它这个防尘袋上面的字也是墨绿色的 可能我个人对墨绿色的这个颜色有非常大的好感吧 所以就是防尘袋就还蛮深得我心的 OK,然后我们来看这款包 这款Eyesight就是他们家最最经典最具代表性的一款包包 那他们家的包的一个设计的特点呢 就是周身是没有明显的logo的 那我找了一下它的logo只有在这边 就是在扣子的侧面你可以看到 Valexta的这个logo在金属扣的侧面 那从正面来看呢 它是完全以这个整体的包型和设计来作为它的一个signature的 就不是说完全是通过logo去认出这个包的 那说起这个品牌呢 我刚刚在一开始也讲到了 它来头也不小对不对 就是意大利的爱马仕 那能叫做意大利的爱马仕 它肯定也是有非常 一是有非常悠久的历史的 二也是有非常好的口碑的 三在这个整个时尚界也好 包包界也好 在整个这个历史长河中 也是占有一席之地的 才会有这样的一个名号嘛 我刚刚讲的他们家包包的最大的一个特点呢 就是周身没有明显的logo标识 这是第一 第二呢就是他们家所有的包包 都是以黑漆来作为一个收编的 所有的包包都是用黑漆来做的 一方面已经成为一个就是标识型的一个设计 另外一方面呢 它也是能够非常好的来保证这个包包的质量和品质的 在使用非常多年以后呢 它仍然可以就是非常完好的同时呢 也会比较崭新 就是它是那种有点漆面的 就人体感觉会比较新这样子 第三个特点呢 就是他们家的所有的包包呢 都会有一个唯一的编码 像这款i-side是在这个位置 它的这个编码对应的呢 是它制作的这个工匠 那你的包包如果出现了什么问题 需要拿回去修理或者调整 那它都会回到它原来制作它的那位工匠手中 就相当于这个工匠它诞生了这只包 并且为这个包包的一生所服务 整体的这种服务的理念给你感觉起来就还蛮高级的 对不对 而且这个品牌是1937年创建于意大利的 是在1954年的时候呢 它就已经因为它就是这个整个体品牌优越的这个表现呢 被意大利政府所嘉奖 并且就被MOMA艺术馆选入永久馆藏 就是说对于他们家的包包的这个设计也好 质量也好品质也好 是给予了非常高度的评价的 然后这个经典款的i-side呢 它的灵感来源是金字塔 就是埃及金字塔 大家可以看到整体的这个包型呢 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T型 上窄下宽的一个包型 那它最有特色的设计呢 是在于这个扣子 它的这个扣子的打开方式比较特别 需要这样子往侧面旋转 然后旋转成就是水平 然后这个扣子可以这样子打开 我觉得就是有一点像这个金字塔的一种机关的那种感觉 有一点小小的趣味型在这边 除此以外呢它整体包包的这个线条也好啊 设计也好都是非常简洁的 它没有什么太啰嗦的元素吧 那它让它耐看的同时呢 我觉得其实就只需要有一个小小的点睛的地方就足够了 我手上这个版本的扣子呢 是最最经典的一个版本 它的这个扣子的中间呢 也是皮革填充的 旁边边缘是金属的 那它后来也有出一个新的版本 是整个扣子都是金属的 那那个版本应该会比这个稍微再贵那么一点点 我个人会觉得这个扣子更好看一点 因为你很少会在扣子上面看到 皮革和金属镶嵌在一起的扣子 那我们从侧面来看呢 它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上窄下宽的一个梯形 背面呢它没有做什么任何的侧带啊什么的 它只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线条 其实是呼应正面的这个包盖 是一模一样的 就正面多一个扣 然后背面呢是没有扣的这样子 然后底部呢 它是有四个毛钉的 来保护底部的这个皮革 那讲到皮革呢 其实他们家这一款 i-side呢 是有两种皮革的 一种是我手上的这个 是有比较大的这种皮革颗粒的 那打理起来呢 就会非常的省心 不太需要去担心刮痕啊什么这些的 那它的这个皮革呢 我觉得还有一点还蛮特别的 就是它的这个颗粒很大嘛 但是呢你可以仔细看 它不是一个就是 你远看可能是一个纯色的包包 对不对 但你仔细去看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其实是有深浅的 它的这个皮革处理的时候呢 我觉得是自带有一种那种摩擦之后 产生的这种自然的深浅 也是蛮有特色的 那除了这种皮革以外呢 它也有做box皮 他们家的box皮也很赞很赞 就是光泽感太美了 墨绿色啊酒红色啊 做出来整个包就是那种韵味十足 但是一样就是box皮有这个划痕的问题 那如果你很担心划痕的话 那你就选这个 这个皮是比较 也是比较经典的皮 然后也很好打理 当然也很好看了 那如果你更喜欢就是box皮那种复古啊 我也建议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而且box皮呢会比这个皮会硬一点 它整个包包的感觉会更硬挺一点 那再讲一下这个颜色啊 我手上这个是我觉得非常好看的一个雾霾蓝 就是很多品牌都有在出雾霾蓝这个颜色 那印象呢 就是很多品牌都有在出雾霾蓝这个颜色 那我自己为什么最后就选了这款eye side的雾霾蓝呢 我就看到这个颜色搭配它这个包型 就会给我感觉拿这个包的人是与世无争的 它不是说隐忍的那种与世无争 是它真的是内心非常的平和到 就是它觉得没有什么好去争去抢的 是一种我很欣赏的一个境界 就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包这个颜色就给我这种感觉 所以我就选了雾霾蓝 当然这款包的颜色非常多 真的非常多 也有很多很多好看的 我想要如果有图片的话 我会尽量放在这个视频里面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就是好看的颜色太多了 总有一个颜色能够戳中你 然后我手上这个尺寸是mini size 他们家的这款eye side一共是四个尺寸 分别是大号中号mini和macro 但是有的人也把mini叫做小号 就是因为它大号中号下来没有小号 大号中号直接跳mini号 然后因为macro就是大家就习惯性的 把这个mini号叫做小号 把macro叫做mini号 但我们按照官方的来说的话 这款是mini size的 这个底部的宽度是22.5 我会把具体四个包的尺寸都会列在这边 然后信心来也都会列 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 那我觉得这个尺寸呢 是最适合所有人的尺寸 就是它的这个size呢 基本上所有身高的人都能hold得住 然后呢又兼具了实用性的一个尺寸 我觉得是最最最实用的 那它的容量来说呢 日常所有的东西放进去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我的kindle也可以放进去 那它还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呢 就是它自重轻 虽然它的皮质真的是不错的 你就是拿到手去感受它的时候 就是荔枝纹啊 或者是说像十字纹这种皮革处理手法呢 是很考验皮革的质感的 就是如果做的不好的话呢 我就觉得就是有一种塑料感 就是有点low你知道吗 但是像它的这款荔枝皮 你拿到手上你就会知道是高级的那种 但是一般来说呢 就是荔枝皮相对来说都会自重会重一点 但这款我觉得自重很轻 就是比我想象当中的轻非常多 所以这也是它给我的一个意外的惊喜 就是技能装容量大 然后的同时呢自重又比较轻 它包身上方的这个把手呢 是比较硬挺的 虽然它不是完全做的就是做死的那种 因为它是毕竟是有这个金属连接的部分嘛 但是基本上也就是这样一个比较硬挺的把手 然后我们来打开看一下 看一下里面呢 它在包包后方呢有做一个侧带 内衬用的也是皮革的 是比较细腻的小牛皮 而且它里面的这个内衬的颜色也非常好看 是一种很淡很淡的弧绿色 就想很好看 它内衬的颜色好好看呀 诶他们应该出一个内衬颜色的包包 我觉得这颜色好好看 而且你看打开这个扣子 它做的非常精致 这个扣子本来不是这样子 关着的时候你这边看到是金属嘛 然后打开以后 它这边也很贴心的有做这个皮革和金属的镶嵌 我觉得就非常的精致 然后这款包包呢也是有附肩带的 它的肩带是可以像这种皮带一样的 是可以调节长度的 然后它们肩带挂上的这个装置也挺酷的 它们是这样的一个 也是跟扣子非常类似的一个这样小长方形的一个金属 然后你把它往下一推上面就会出来一个凹槽 你就把这个肩带对应的这个凹槽的位置卡进去 然后再把这个金属往上一推 它就挂住了 真的就是说好的这种奢侈品包包啊 真的是细节之处打动人 它是很用了心思去呼应它这个包扣 以及这个整体包包的设计灵感的来源 就是埃及金字塔嘛 我觉得还是蛮有这种古老神秘 然后小小的这种金字塔机关的整体的这种感觉 背起来的话 你看这个尺寸是不是就是我背起来也是很OK的 完全不会说觉得太大呀什么的 而且我觉得它的这个肩带长度 现在还稍微有点长 就是如果单肩的话其实稍微有点长的 但是是可以再调短的 还有两格的空间可以调短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我觉得背起来就是很简单大方的一种气质 我觉得是跟我之前有讲过的那个比利时代 是就是德尔沃 他们俩一个叫做意大利的爱马 是一个叫做比利时代的爱马 是我觉得应该都是属于就是这种老牌的这个设计师品牌 他们有那个范儿你知道吗 就是他们有这个老牌老牌艺术家的范儿 就是他们对自己的要求呢是不会降低的 无论时尚圈的各种妖艳见货的品牌也好啊 或者说现在什么火啊 现在什么风靡啊 他们都不会去管那些 他们就是默默的专注在自己能够做好的这个领域 精益求精的去把每一步做的更好更极致 我觉得就是还蛮有这种就是工匠精神的吧 那他也是可以就是你就这样简单的给他手提 我觉得也挺好看的 这样手提起来你就会莫名的觉得自己好像啊气质 就是端庄优雅的起来 整个人就默默的抬头挺胸的一种感觉 然后呢我今天手上呢还有一个Macro的白色 来正好来跟大家做一个对比哈 这个是mini size底部的宽度是22.5 白色的是Macro它的底部的长度是17.5 这个就已经是最小的尺寸了 给大家做一个比较哈 首先从这个设计的元素上面来说呢 是跟mini size的设计来说是一模一样的 唯一一点区别呢是它这个上面的这个把手的高度啊 没有像mini的这么高 所以它是没有办法这个手跨的 它只能这样子手提着 然后其他的设计元素都是一模一样的 然后把这个Macro打开给大家看一下 打开以后呢可以看到它的后方呢也有一个侧带 但是它这个侧带就是一个其实就是一个卡位 就是因为它是一个比较小尺寸的mini包嘛 所以呢它的后面有给你做一个卡位 那这样如果你的钱包放不太下的话呢 你就直接后面插几张卡这样子 那它的容量来说呢 我觉得作为一个很mini包来说呢 其实是还ok的 我给大家试一下手机吧 我的手机是iPhoneX的 是可以这样子放进去的 但是呢它稍微会有一点就是把整个包型两边 它就没有办法太往里收了就稍微会有一点撑道 但是问题是不大的 就老实说你看这个包 你觉得它是一个很硬的包 就是你看它的包型 你会觉得说一定是戳上去那种感觉僵硬的包 但它其实真的不是 就是好的皮子是不会给你僵硬的感觉的 你知道吧 好的皮革以及好的手工艺做出来 它再硬挺的包都不会给你僵硬的感觉 包括像这个包 它的包型没错非常的硬挺 但是整个包给你的感觉就还是很柔软 那plus应该就是放不进去的了 就需要你手持 就是背这个包的话 就手机就只能手持了 那它整体的容量来说呢 因为大家看一下侧面 我觉得底部的宽度还是够的 虽然是一个小小的包 但是应该还是基本的日常用品还是放得下 然后这个白色呢 它其实是一个off white的白色 就是它其实有一点偏这个奶白色 因为又是一个迷你包嘛 所以我觉得其实选白色也蛮好的 就是大体积的白色你就会很担心打理啊什么的 就很容易 有时候你就控制得了自己 你控制不了对面走过来的人 是不是 它就不小心给你蹭了一下 或者不小心什么咖啡翻在你的包上了 你真的就是杀人的心都有了 那我觉得像小一点的浅色的包 白色的包呢 你还比较能够自己就掌控得住 就是真的人多的时候 你就可以稍微给它这样护一下 就是我觉得相对来说会好一点 所以在选择小包包的时候呢 我通常会大胆的去选择亮一点的颜色啊 或者选像白色啊 这种就是平常大包的时候不敢选的颜色 这个颜色我觉得真的觉得上身也是非常好看 就你配所有的颜色它都非常的和谐 而且我觉得这个off white跟牛仔配在一起特别的好看 我把肩带也装起来给大家看一下 我现在把肩带放到最短的这个长度 看我单肩也很合适 就单肩站的正好 就完全不会觉得过潮 我就很喜欢就是这种肩带比较照顾我们身高不高的人的包包 OK 这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来自Valexta的经典款 Eyesight两个尺寸的包包 关于这两个包包的具体的尺寸颜色的就是对应的名字 我都会写在视频下方的信息栏 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 如果我能找到就是对应颜色和尺寸的链接的话 我也会放在信息栏 这个品牌呢它其实在圣诞也好什么黑五啊夏季折扣啊 他们自己家的专柜呢是通通不打折的 像百货公司某一些百货公司 比如说像英国这边Severages这个百货公司呢 他们也有就是他们自己有采购就是这个品牌的包包 那在圣诞的时候呢他们可能会把某一些季节款拿出来打折 还有呢就是有一些就是某一些电商网站 我知道卖这个品牌的电商网站应该是Matches Fashion 那他们在圣诞折扣也好夏季折扣也好 也会有部分的款式拿出来打折 其实像Valext他们家还有像Monet啊 还有我上次跟大家分享过的德尔沃啊 这些品牌的包包呢 其实我觉得这些年都是一个翻红的一个过程 还像其实包括像美国的那个老牌奢侈品品牌 Mark Cross也是在这些年就是有一个翻红的过程 那这些品牌呢我也有计划去给他们做一个很像纵向的一个比较 如果你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的话呢 也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告诉我 那我也会更有动力去尽快给大家录制这样的一个主题 OK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就请给我点个赞 或转发分享我的视频 如果你有任何关于包包的问题呢 欢迎通过以下三种方式找到我 我希望大家会多多关注我的微博好不好 关注我的微博好不好 这微博粉丝实在太少了好可怜 最后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